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解码讲座 今天将与大家探讨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真相与假相 从古希腊哲学家的眼中看世界,他们提出一个概念 我们所认为的外在世界,其实是一场幻觉的电影,都是假象 而真实世界的真相或实相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本体界里 无论是被侍卫神界或是佛界 这些哲学家如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们相信真理、真相和认识真相的知识 都是来自于心灵与其逻辑、因果推理的先天力量 这就是理性主义的精髓,也被称为心灵主义与因果论 然而,直到18世纪,休谋的怀疑论和洛克等哲学家的出现 经验主义才真正站上了舞台,并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 与理性主义并行发展与对立辩论 经验主义则是认为真理、真相与知识都源自于后天不断的行动测试与其所累积的经验 康格也跟随休谋的脚步推出调和理论 他认为真理和知识可以由心灵和逻辑以及经验和行动测试一起共同构成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科学有了新的进展与发现 让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并颠覆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主要是由以下这四个新发现所造成的 一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真相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在微观世界里,粒子的行为不遵循古典物理学的确定性与其因果法则 而是展现出一种概率本质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我们所认为的物质世界其实原本并不存在 而是由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机率论所共同创造而成的 这挑战了我们对于确定性和因果性的传统看法 二是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 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任何系统的内在限制 哥德尔证明了在足够复杂的数学系统中 总存在一些不能被系统内证明或否定的命题 这就指出了心灵与逻辑自身的严重局限性 意味着我们无法仅依赖逻辑的因果推理 来找到所有的真相与绝对真理 而是需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与经验 直接拆穿心灵主义认为人世间存在真理的谎言 三是维根斯坦则从语言的角度进一步指出 心灵根本没有本质与意义 这些都是存在于本体界里 我们只能在生活的实践中逐步接近真相的本质 与不断塑造自身的人生意义 他认为他的老师罗素的哲学逻辑推理 根本无法建构出完整的数学体系 而罗素最终也确实一败涂地 维根斯坦是彻底的经验主义 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最后拍板者 也就是正确的认识论 是经验主义 而非心灵主义 四是数学作为一种普遍语言 建立起了一座通往更高维度的本体界的桥梁 他透过抽象的符号和公式 允许我们描述那些直接经验 难以捉摸的真相与本质概念 结合经验主义的实证测试 我们不断地用数学模型来进行假设的检验 这个过程才使得我们可以接近物质世界 和逻辑世界的真相与本质 这四个新发现 共同织就了一幅复杂的认识文化卷 描绘了一个不断变化 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知识更新之旅 在这个不断缩小 对宇宙认识偏差的成长旅途中 我们学会了谦逊地接受我们 对真理理解的限制 并且热切地探索那些 由数学和经验 共同搭建 通往假象背后真相世界的桥梁 当我们沉思宇宙的奥秘和知识的本质时 以上四个深刻的新发现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它们合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真相 知识与存在 乃至于宇宙运行法则的新理解 以下就一一地说明 宇宙法则的真实面貌 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 相反 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并且这些变化背后 隐藏着本体界的高维真相 这些真相 就是万事万物的本质与本性 是物质和心灵存在的创造本源 也是我们对世界认识的真正核心 二是彻底的经验主义 透露了一个根本的事实 那就是 我们对真相和知识的理解 完全源自于我们的经验和实践 这意味着 知识不是从内部心灵的先天逻辑推理中 获得的 而是通过 我们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 一点一滴构建起来的 它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并将我们的注意力 从理论的空中楼阁 带回到脚踏实地的经验之中 三世目的论的宇宙观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 目的论认为 当下的改变 是可以影响过去和未来 因为宇宙法则 并非是单纯的 低维因果论 而是超越因果的 高维或多维目的论 它挑战了传统的因果论 提出了一个新认知 即宇宙中的事件和存在 不仅仅是过去导致的结果 而是当下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 都有可能对过去 甚至未来产生影响 这不仅扩展了我们 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也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 和连接的宇宙图景 以上三点 也是一种 对智慧的全面定义和描述 这个过程就是备业撕掩算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断学习成长 所搜集到的新资讯与新证据 来调整与改变 原有对客观本质偏差认识的 主观看法与信念 这不仅仅是对既定认知的挑战 它们也代表着一种认知的革命 在这个革命中 我们不再寻找静止不变的真理 而是学会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 寻找意义 并在经验的不断累积中 积极建构我们的知识和理解 这是一种更加生动 动态的世界观 它鼓励我们去创新 去实践 去探索那些尚未发现的无限可能性 随着人工智慧的发展 进一步证实了心灵主义的错误路线 代表经验主义的Alpha Zero 轻易击败代表心灵主义的AlphaGo 这就揭示了智慧与进化的强大力量 是源自于市场竞争 无偿挑战与环境磨练下的不断测试与经验累积 这也说明智慧的基础是知识 并透过亲身经历的测试经验值 来逐渐接近神界中的真相本质 而非心灵与其逻辑的因果推理 因为心灵就是物质 物质就是心灵 物质是心灵的投影 而两者都是幻觉与假象 真实世界是在神界或佛界 所以认知觉醒之后 我们应该认清知识不断地更新 才是智慧的真正基石 让我们尽早找到真实自己的天命与天职 并随之建立起个人目标的知识体系 譬如医生就必须建立医学知识体系等等 然后拟定达成目标的行动策略 接受环境的测试与磨练 将知识体系内化成经验的认知体系 再透过不断学习与成长 迎接每一次的挑战与机遇 最终你的经验累积的认知体系 就会蜕变成智慧体系 进而展开精彩丰富的开悟人生 随着我们今天的对话落下帷幕 我希望这一系列的洞察 能够扩展您对宇宙深邃视野的理解 并激发您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去实现那些可能尚未被您认识到的天赋 在这段探索的旅程中 我们一同寻找万物的根源和高维真相 不断挖掘那些可能改变我们世界观的智慧 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于 我们深受启发的生命解码讲座 若想要深入了解更多 请查看影片下方的说明 并探索完整的课程内容 如果今天的探讨 为您带来了新的启示 别忘了按赞 订阅并敲响通知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 感谢您的陪伴 期待下次再与您相会 继续探索 永不停歇